朋友们好,很高兴又见面,在这一档视频中我们介绍一下俄国、俄罗斯的历史 俄国、俄罗斯将于广大,横跨两大洲,也有的说成横跨三大洲,欧洲、亚洲,还挂上一点点北美洲 但是俄国、俄罗斯的文明历史却相对短一些 俄国人是斯拉夫人的后裔 由于天气寒冷,俄罗斯那一带的农业和打猎都不行 虽然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但是人口非常非常稀少 形成不了民族,当然也形成不了国家 直到公元八百年左右,大概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末代或者是五代十国那个时期 在俄罗斯这个地区才出现了几个城邦小国,如基辅国、莫斯科国等等 这些小国在文化上和宗教上都受到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的控制和影响 有文字记载的是,俄国大概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称自己为俄司或俄罗斯 或者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 当时大概是华夏的唐朝或者是五代十国时期 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成吉思汉及蒙古帝国入侵欧洲 主要是登欧,顺路也把俄罗斯各个城邦国给摧毁 蒙古人生活并且统治现今的俄国、俄罗斯的广大地区长达二百到三百年左右 由于蒙古帝国疆域广大,覆盖了欧洲、亚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亚洲的文化交流 在蒙古人统治的期间,大量的移民来到了俄罗斯 人口增加,商业开始发达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多势众 俄罗斯人开始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于1480年左右停止对蒙古帝国的纳共 从而完全独立 成为独立的俄罗斯、Russia 在公元1500年左右 俄国才正式开始 也就是官方叫自己为俄罗斯、俄罗斯或俄罗斯人 赶走了蒙古人之后 俄罗斯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皇帝 他们叫撒黄 这一点点也不奇怪 第一位撒黄的母亲是蒙古人 第一位俄罗斯撒黄登基的时候 此时华夏已经进入明朝 谢谢观看收听 如果有问题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如喜欢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的视频 谢谢